哈囉 各位親愛的小弟 大家好 我是天文哥來了 今天這一期呢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指甲剪喔 那這個指甲剪是現在網路評比喔 非常強的一支日本的指甲剪 它叫做什麼這個叫做什麼叫做醬的劑喔 它是什麼高級的什麼鋼啊還是什麼做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說它這一個指甲剪喔 然後等一下再講說這個指甲剪為什麼很厲害喔 然後它的包包裝盒就是 一個紙盒 然後一個這樣塑膠的盒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外觀喔 哇 它這個外觀非常的漂亮喔 它是那種霧面的很像那種不鏽鋼的那種金屬喔 那它這個是標榜說它這個用到水也比較不會生鏽喔 所以它這個整體的這個質感非常好 而且它的這個頭啊 指甲剪的這個頭是非常大的喔 另外它的這個 它現在上方這邊有一段喔摸起來粗粗的 這邊是可以磨你的指甲的喔 我們一般不是磨那個 你想要去磨品的話 它會另外有附一支 或者是說它做在後面 那它做的很特別喔 它是做在這一小段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你指甲有粗糙的 你就可以用這樣去磨喔 然後我看它的關節喔 這個關節這凹槽這個摸起來都很舒服喔 這個收邊做的都非常好喔 那這個頂級的這一支也是不便宜喔 所以你們可以上網去看看喔 這一支真的很不錯喔 然後它的這個設計啊 整體這個摸起來 質感手感都非常好 指甲剪就是 為什麼會想要買一支好的指甲剪喔 就是說 因為我常在剪指甲 有的那個指甲剪它剪起來 你那個指甲都白白 還有缺口 那這一支呢 我實際在剪喔 它可以 它很利喔 它是非常利的喔 然後它在剪的話 它的這個邊啊 或什麼 它可以修得很圓潤喔 我現在稍微剪一下給你們看喔 而且它很輕鬆喔 它在剪是非常輕鬆的 然後這個很旁邊都可以剪的 旁邊都可以剪得非常非常的乾淨喔 而且它不會有那個粗粗的 或者是那種斷面喔 有時候你一剪它斷掉 白白的會粗糙喔 它都不會喔 非常的利喔 那這一個指甲剪 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們現在可能有一些指甲剪 它有那個擠指甲的那個裝置 所以你剪一剪 你的指甲會擠在後面喔 不過為什麼我會選這個 我不喜歡讓它指甲擠在裡面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一款喔 它那個指甲都會卡在裡面 它最後就是會髒掉 那你卡在裡面有那個擠指甲的那個盒子喔 它裡面會生長細菌以外 你清洗不到 那我覺得它這個很好 我喜歡這樣子 我用水或什麼去清洗 就很乾淨喔 不會有殘留 所以我會推薦這種啦 那這個指甲可能亂噴的話 你再用吸塵器或者是 在剪完了以後 你才做一個收集啊 那像我都是用吸塵器再洗一洗就好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 推薦這個頂級的這個指甲剪 那不論是它的造型喔 還有它的功能 非常好剪 非常的銳利 剪下去完全沒有那個毛邊喔 而且它的這個指甲的這個扣是非常的大 好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囉 希望會對你們有幫助喔 就推薦你們好的東西喔 降的劑喔 好